我是吳季欣 我们现在在台湾劳工会议室 这边是台湾劳工会议室 我们今天还是3月8号 祝福大家妇女节快乐 今天刚好是3月8号妇女节快乐 我们今天有注意到林辉煌 有传来一个消息 就是自由时报 它有一个消息就是 韩国瑜要访问香港 而且要跟香港的特首 就是林郑月娥见面 还要跟中国驻香港的最高官员见面 所以我们把这个标题 今天标题下成 台湾亲中派新代理人韩国瑜 韩国瑜大家都知道 CTI就是中天的老板力捧 但我们在这边的时候有看到 韩国瑜这次表现得非常突出 几乎整个中天都是韩国瑜的新闻 然后连赞马英九 柯文哲 这些亲中派都靠边站了 就是说中天捧出来一个新的台湾的明星 就是政治明星韩国瑜 他们就等于是说 他以他高雄市长的身份去访问香港 而且跟香港政府 跟香港的政府 还有香港的中国官员见面 这就是台湾的亲中派新代理人韩国瑜 但这个韩国瑜他的亲中派私立 不仅有资本家加入 我们都知道王金平是一个非常大的资本家 然后王金平的学生 就是大正花的老板 大正花的老板 更是亲中派的一个中资的一个代理人 他对中国投资非常多钱 所以我们看到背后的金主的话 势力也是非常大 所以我们当时有的人是问我们 就是非常奇怪 为什么韩国瑜会台湾亲中派的新代理人 台湾亲中派势力在台湾 是错综互杂 有的甚至连所谓的劳工团体 也是有亲中派的人 所以势力非常庞大 像我们台湾就会发生到工会分裂 台湾市的工会支持 那个郭郭文 然后桃园市工会 就反对郭郭文 就是在意识形态操作上 也形成南北对立 或者是亲中派还有亲台派 两股劳动势力对抗 然后在政治人物上面 亲中派跟亲美派 在台湾已经开始较劲了 最近就像桃园市市市长 到美国去访问 去国务院访问 大家就把新闻打得很高 然后韩国瑜去香港访问 中天派媒体 大家又拼命做文章 所以这个事情在台湾是非常常见 因为可能会 这次会变得比较激烈一些 我们很值得观察 我们这边是台湾人民共和国工作室 我们的基本主张还是一样 我们希望有一个公投 说我们要不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 然后是我们每个人 有一个社会信用卡 满足基本需求 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 我们的社会信用卡